李永一直是舞台上活跃的大哥,离世的消息显得实在是太突然,他还不止一次公开提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,时不时还在微博和节目中听到他对于健康的提倡,那个时候看似是灵魂的鸡汤,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真实。 在早年非常流行的测寿命测试题中,李永的答案是可以回到97岁,虽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唏嘘,年仅50岁的他永远地离开了大家,到底是什么导致呢? 李永生前的好友曾透露过,李永在工作期间有时候压力很大,有时候和朋友小煮几杯,而且因为喝酒,李永还闹过不少的笑话,李永在韩文生日的时候喝得民兵大醉,然后就是各种砸东西耍酒疯,韩文一连生气了好几天,后来还是李永买钻戒才哄回来。 这是李永在生前书中的记录,这样的记录在李永生前看似一场笑谈,不过在如今看起来倒是别样的深刻,喝酒到贪杯在大家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做法, 另一个趣事再次请请大家,身体健康就是最大财富,小伙伴们您总看呢,关下方评论那些同意哦。